7度左右的低溫 那我们预测刚才提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气温还是相当的低 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各地的低温状况来说 一样浅蓝色的区域都是 10度以下可能的范围 那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在 高雄以北到宜兰花莲 局部地区都还是会普遍性的出现 10度以下的气温 甚至在中北部宜兰跟花莲 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 8度以下的气温 如果辐射冷却的效应比较明显 也不排除像北部内陆近山区 比较空旷的地方 有可能出现6度以下的气温 那我们在外岛的马祖跟金门 也是都会出现 10度到8度以下的气温 只有澎湖大概有14度的低温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气温整体来说都还是相当的低 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至于未来气温的变化 如同刚才提到了 今天寒流还是在 所以各地白天的气温 虽然会比昨天稍稍个上升一点点 不过整体的感受都还是偏冷的 那预计要到明天白天之后 寒流减落 各地的气温才会逐渐的回升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红色这条线 我们用台北来代表北部的温度 那其实可以看到北部的温度虽然主日在回升 不过白天的气温基本上都还是在20度或20度以下 所以以北部来说未来这一周的天气 整体上气温的感受都会是冷冷跟凉凉的 那在中部或南部呢 白天的气温慢慢回升之后 大家要留意到就是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那再来降雨的部分 刚才提到今天开始之后水气有减少的趋势 所以未来这一周呢 降雨的区域大部分都是分布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或者是北部的山区 偶尔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不过今天白天呢 可能后续呢会有一些高空的水气通过 所以今天呢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可能下半天之后偶尔也会再漂一些雨的 那所以呢我们提醒 未来这几天要请大家注意的还是气温的部分 各地夜晚跟清晨的气温还是相当的低 尤其明天的清晨 那气象属后续而会持续更新低温特报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尤其呢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 早晚偏冷 然后白天气温回升的这个状况之下 提醒大家早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低温的状况 那再来的话因为过去一两天呢 很多高山或者是山区的地方有下雪的一个状况 那道路可能还是会有积雪或积冰 路面会比较湿滑 如果这两天大家也要前往山区活动 都要特别注意一下用路行车的安全 那最后呢刚才提到了 这未来这一周在东半部跟基隆北岸 比较偶尔还是有一些降雨 如果在这些地区活动的朋友 外出还是攜带雨具备用比较保险 那以上就是今天上午最新的天气说明